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0月20日 波图激战AC 周三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好戏联场 其中身处B组的普超豪门波图将主场迎来一甲豪门AC米兰的挑战 两队前二轮分组赛过后均一胜难球 彼此表现都未能令人满意 而且大家近期在国内赛事的表现同样出色 双方均无必胜对手把握 在此等情况下 双方此番一场恶斗恐怕无法避免 前二轮分组赛过后 波图景路德一和一副的烈士 上轮面对英超豪门利物浦 他们竟然以一比五惨败给对手 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到球员士气 另外波图近期防守端表现似乎有下滑迹象 他们已经连续三仗各项赛事被对手攻破大门 由于金仗对手AC米兰攻击力颇为强劲 波图后防线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稍微令球迷欣慰的是波图火力犹在 他们最近四仗各项赛事的军场入球数达到2.5个之多 迈迪 泰利美 路尔斯 迪亚斯和沙智奥 奥利华拉等攻击守军有入球进账 球队在此期间战继位三胜一赴 可见波图争胜能力 还是能与人一定信心 另外 波图一向擅长主场作战 他们经济普超前四轮联赛主场录得全胜佳绩 尽管AC米兰实力强劲奸血来势汹汹 但绝非善男信女的波图 还是有望凭借主场之力与对手抗衡 阵容方面 后卫赞速 麦斌巴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AC米兰金界欧关联表现同样令人失望 他们前二轮分组赛均以失利告终 期间紧入三球却失了五球 攻防演出难尽人意 但值得一提的是 AC米兰经济在竞争激烈的一甲当中 还是相当有竞争力 前八轮联赛过后 他们好取七胜一合的娇人战绩 暂时稳居积分榜刺席 使得球队金杖可以全力准备与波图一战 再者 AC米兰近期进攻端表现喜人 球队最近五仗各项赛事有四场入球数达到二球 或以上 期间斩获四胜一副佳季 可见球队战斗力以及状态都不容小 稍微令人担忧的是 AC米兰阵中有多名球员金杖无法出战 其中攻击守法兰克 基斯尔需要停赛受罚 主力门将麦智兰和后卫阿利辛度 费奥伦斯等多人应伤缺阵 而中场八圈 迪亚斯和后卫迪奥 薛南迪斯两元大将则因新冠无法出战 中场森姆 卡斯迪力组没有参赛资格 球队整体实力受到一定影响 有见及此 AC米兰此番出征显然需要打醒12分精神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